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已经陆续到货 那我们的边境也即将松磅 邻家企业制度也快要上路 因此有很多民众因为要出国 所以最近都来接种站 来接种莫德纳的次世代疫苗 那也有很多人就是为了要等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所以最近接种站也出现了强打的人潮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跟我女儿一起到新加坡去玩 打了就是反正打了就是 心里比较平安 现在不敢出去 就是为了自己健康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好的 我们可以听到 有一些民众是为了要出国 那么有一些民众是为了自身防疫 所以来接种站打疫苗 那因为许多民众要出国的关系 再加上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已经有三批依序到货了 那近日接种站的接种数都相当的高 像根据机关所统计 在26号接种的人次 达到了47740人次 也创下了半个多月来的单日新高 有不少的国家 像是日本等边境管制措施 仍然是规定入境需要接种 三剂的新冠肺炎疫苗 那加上我国在这个月 已经陆续有了三批的次世代 莫德纳疫苗到货 所以许多民众都跑来接种站 接种疫苗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 我是陈怡荣 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棚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